欢迎大家来到我的频道 要说哪类频道的男性观众最多 科技类频道算一类 游戏类频道也算一类 那还有一类频道 男性观众的赞比也很大 这类频道大多是以健身穿搭为主 由于频道主都长得特别的养眼 自然也收获了不少男性观众 下面就为大家来分享一下这些频道 越到后面越精彩 大家一定要看到最后 最后有很有用的信息 同时欢迎大家点赞订阅我的频道 您的支持将是我最大的动力 第一个频道小甜优 虽然小甜酱看起来比较成熟 但是小甜酱其实是90后 她是1991年7月21日 东京出生的日本女演员 小甜酱爱好瑜伽 舞蹈 所以长期的锻炼 让她的身体很柔软 频道也大多是她进行瑜伽锻炼的影片 小甜酱在中国也算是人气很高的女演员了 没想到小甜酱瑜伽技术也是非常的高超 可以做出很多高难度的动作 可以说是达到了教练级别了 果然优秀的女性各方面都很优秀 频道的影片主要是4K的超高分辨率 频道当前35.2万订阅 第二个频道 朴恩吉是一位来自韩国的旅行和穿搭YouTuber 频道的主要内容是穿搭和旅行的Vlog影片 朴恩吉的影片风格比较轻松活泼 而且她长相是有一种您家小妹妹的感觉 不但男孩子喜欢 女性观众应该也不少 当前一共有142万订阅 算是油管上一个很大的频道了 频道的影片大多是1080p的分辨率 第三个频道 WayRock 这个频道组也是一位韩国妹子 但是频道的影片有很大一部分 是5K的超高分辨率 并且这些5K分辨率的影片 都是360度全景影片 观看者可以自由控制 画面的镜头角度 影片里 频道主就像坐在你面前 让观看者有一种身临其境的感受 是YouTube上少有的视频体验 频道主要是以旅行和舞蹈影片为主 频道当前有15.9万订阅者 第四个频道 BerryTV 频道主要是以瑜伽健身 肝管舞健身和走秀影片为主 内容大多是1080p的分辨率 频道比较高产 几乎每天都会发布四个影片 并且几乎每个影片的主角都会更换 如果你也是爱健身的人士 那么你肯定会喜欢这个频道 频道当前有31万订阅 第五个频道 VelvetTube 频道主要是以旅行为主 影片大多是4K的超高分辨率 这位大姐姐会带着你参观韩国各种有趣好玩的景点 这个频道虽然上传的影片不多 但是当前却有54.1万订阅 可见影片质量非常高 第六个频道 Mewton Mewton是一位很可爱的妹子 影片大多是以生活Vlog的形式展现的 她平时喜欢小动物 健身穿搭旅行 影片比较轻松愉悦 影片的分辨率大多是1080p 频道当前21.7万订阅 第七个频道 S Phoenix 频道主要是以偶像演员 模特运动员的舞蹈视频为主 并且几乎所有影片的最高分辨率都达到了4K 让观众可以看清每一个舞蹈的细节 这是喜欢旅团舞蹈的观众一定不能错过的一个频道 频道当前订阅数10.7万 第八个频道 Puridin 这位频道主特别的可爱 她的影片会给你满屏kawai的感觉 她是一位特别热爱生活的妹子 平时她会自己做蛋糕 也经常为大家分享瑜伽健身和服装穿搭的影片 会给你一种强烈的青春气息 影片的分辨率大多也是4K的超高分辨率 频道当前有16.7万订阅 第九个频道 这个频道名称翻译成中文 是打造美丽健康的身体 所以频道的主要影片也是以瑜伽健身为主 频道主是一位十分专业的大姐姐 通过她的影片教学 您可以锻炼身体的各个部位 影片几乎都是以4K的超高分辨率呈现 相信如果长期观看她的影片 并且跟着她进行锻炼 你也会和她一样拥有强健的体魄 频道当前一共15.1万订阅 第十个频道 这是一个才创立四个多月的新频道 发布的影片也不多 但是当前却获得了8.99万订阅 是一个发展潜力巨大的频道 频道主要是以分享穿搭为主 影片分辨率主要是4K的超高分辨率 频道主秀的穿搭都特别好看 但是话说回来像这样的好身材 哪怕找一块破布披身上也好看吧 第十一个频道 这是一个更新的频道 从创立到目前为止 只有一个多月 但是却获得了7.3万订阅 频道主属于可言可甜的类型 主要也是以分享瑜伽锻炼和穿搭影片为主 部分影片是4K的超高分辨率 也是一个超有发展潜力的频道 美好的事物人人都向往 以上分享的这些频道 哪一个不美好呢 跟着念跟着学 各位观众也一定会拥有一个强健的身体 美好的未来 因为这里分享的大部分频道都是韩文 大部分中文观众用的输入法 没有办法打出韩文 所以我会将这些频道的名称 放到视频下方说明里面 供大家参考 大家只需要复制粘贴就能找到这些频道 欢迎大家订阅我的频道 并打开小铃铛 这样就不会错过我的精彩影片啦